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这星期做了一个基础款的甜面包 果酱椰蓉卷 用我前两天做的菠萝果酱做的 现在的天气热起来了 中种法的面包比较适合我们来做 我们先来做中种 按照中种的配方 把所有材料放在面包机里 揉成面团 不需要揉得很光滑 揉成团看不到酵母的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让它发酵 如果不着急的话 建议放到冰箱里冷藏发酵 4度发酵17个小时 着急的话也可以室温发酵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椰蓉下 黄油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 黄油里面加入细砂糖 用刮刀拌匀 然后加入椰蓉和牛奶 再把它们拌匀 拌匀以后再加入果酱 果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了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果酱的话 可以多放一遍 如果你不喜欢果酱的话也可以不放 不过糖的量要增加到50克 把它们拌匀就可以了 果酱椰蓉馅就做好了 因为我们用的椰蓉的吸水性不一样 这里大家最好用手感受一下 椰蓉馅不是特别干就可以了 中种发好以后我们可以检验一下 手指沾一些干面粉 在面团里戳一个洞 如果洞口不回缩 就说明发酵好了 有一点往下塌陷也没关系 然后把中种面团 放到冰箱里冷冻20分钟 如果是冷藏发酵法 就不用冷冻了 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 撕成小块放到揉面机里 再和煮面团里的材料混合 这个时候煮面团里的黄油和盐还没有加 我们先揉面 用厨师机的四档揉 每三到五分钟就停下来 检查一次面团的状态 揉到这样子的状态 可以拉出膜 但是有很多的锯齿 这个时候加入软化的黄油和盐 然后再继续揉面 我现在用这个厨师机揉面 全程都用四档 每三到五分钟停下来 检查一次面团的状态 最后揉好的面就是这个状态 面团可以拉出薄膜 破洞没有太多的锯齿 面团比较有韧性 不容易破 揉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揉好以后测一下温度 温度不要超过26度 实在控制不好的话 不超过28度也可以 然后不用发酵了 把面团整理一下 让它变得表面光滑 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松弛好以后 在案板上撒一些面粉 然后把面团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尽量把面团擀得薄厚一致 然后把做好的椰蓉馅铺在上面 要把它均匀的铺一层 再从上到下卷起来 卷好以后 把它分割成相等的16份小面团 如果你觉得16份太多的话 也可以分成9份或者12份都可以 然后把它立起来 稍微整理一下 再轻轻的按一下 把所有的面团都按照这样的方法整理好 然后放进模具里 这个模具是学厨的8寸正方形火底不粘模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面团放到烤箱里进行发酵了 在烤箱底下放一碗热水 水的温度差不多在45度左右 面团放到上层 开烤箱的发酵功能30度发酵 差不多35分钟就可以发酵好了 面团取出来可以检验一下 手指沾干面粉 在面团上按一个小坑 可以看到这个小坑有轻微的回弹 但是还保留了一个小坑 这样子就说明已经发酵好了 然后就赶快预热烤箱 烤箱预热上下火180度10-15分钟 如果你想让这个面包烤出来颜色好看一点 可以在表面抹一层全蛋液 烤箱预热完成 放到烤箱的中下层 用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左右 烹烤结束马上取出来 先摔一下模具 然后找一个高于模具的东西 把模具放在上面往下一压就可以脱模了 再把底下的托盘去掉 放在烤架上晾凉 这样我们这个果酱椰蓉卷就做好了 面包软软的 果酱微酸 椰香味又非常浓 这个面包非常好吃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转发关注焦作业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